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剛剛有那個男歌迷就是拿了麥克風然後唱了 但你有正經嗎 我有點意外但他唱得蠻好 你唱得好一點還是他唱得好一點 各有長短 各有利弊 但我覺得他不錯喔 就是因為我們本來那個橋段就是安排跟歌迷有一點互動 然後就是安排他敲木魚 結果他最後把那個木魚敲斷 我覺得他是跟人家借的 跟一個意料之外 跟寺廟借的 所以有影響給你情緒 蛤?不會啊就覺得蠻好笑的 然後因為那首要 那首歌之後要唱那個《柯在你心裡的名字》 就像《柯情》所以我覺得那個心情 就算是 轉化的 轉化的蠻戲劇的 對蠻對的 對 那剛剛你弄斷那個 說是跟寺廟借的話 對 跟寺廟借 那你現在會害怕嗎 明天是不是要打個電話 好不好意思 買一個新的陪他 然後再來 你覺得有什麼分別 跟歌迷再見呢 歌迷有變多 所以剛剛主辦你說就是 那個歌迷有成長 所以感覺過去事情做的努力是有一點 這個有點回饋了 所以很開心 然後 其實每次看到歌迷就 然後看到他們在台下唱得很開心 其實我覺得 演唱會有最大的意義就是這樣 就是帶給群眾一點能量 所以 就是很希望 趕快再回來囉 有新專輯 明年應該會有新專輯 所以希望下次再回來 澳門可以去更大的場地 有很多歌迷說的 愛我 愛我 真的嗎 你也有聽到嗎 沒有 因為我說我是嗎 對 我是依稀聽到好像有人在笑 藍的也有說 藍的也有說 對 愛我 所以看來你是有些男生 吸引男生的魅力 那個時候你會想要怎麼回應他 如果你聽到的話 他好像是唱 昨天也有男歌迷告白 然後我昨天我就跟那個男歌迷說 我等一下來我房間這樣 我說我等一下跟你講我的房好 那就是好玩的啦 但 因為我覺得會喜歡我的音樂的歌迷 應該都是蠻open mind的 所以 就是 大家開開玩笑 因為 主要是一個氣氛嘛 就是 今天 今天跟昨天的氣氛都蠻好的 所以 你有覺得你的歌迷有屬於哪一種MPTI嗎 因為剛剛那個男歌迷說自己是I 對 因為我昨天也有抽一個女生歌迷上愛情 他也是I型 我覺得因為物語類聚嘛 因為我自己也是I 所以可能我的歌迷會比較傾向於I 可能啊我想像的 但是也不一定 一接近你就變成了I 就變成了I 對啊 那男歌迷說我是I型 我就自己唱歌 我就 有點意外 你介紹過 是不是去香港開演唱會 明年 明年的 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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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去香港開唱會 說不定在那裡也會看到澳門 都是人 因為都是人 很靠近嘛 對 你說很久沒有見香港的歌嗎 香港今年蠻長的 今天我去唱了兩三次 對 所以 比起澳門的歌 香港歌迷算是比較常看見的 快聖誕啦 有什麼計畫嗎 計畫 我看了一下我的那個行事 我接下來 到今年的最後一天 我應該都是在表演中度過 所以 應該就是會一邊表演 然後一邊 因為我要開始準備新專輯的錄影 所以 就會開始 構思一下新專輯的 概念 或者是要收錄的 歌曲 哪些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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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